嗨,大家好,我是艾南,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奇妙经历 也不是奇妙,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经历 就是跟明星拍真人秀节目 我是16年的时候拍过一档叫 机会来了的节目 然后现在腾讯视频上面还可以看 机会来了的第一期 第一集叫完美新阳 就是关于帮助我圆梦的一个节目 我想有一天我可以站起来做一次完美新年 这个明星叫做林静,林静姐 可能B站的小朋友们年龄后的对她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了解 但我们九年后的是看她的一部戏 比较出名的一部戏 她在里面演的是大育儿 她在里面角色就是挺深入人心的 不是拍这个节目让我骄傲 也不是说上过电视让我骄傲 让我骄傲的是因为林静姐在她的微博发过跟我的合照 然后还夸过我一下 这个还是让我们就小窃喜的 拍完节目之后 因为我跟她合照嘛 合照的照片是在我的手机里面 然后她通过导演 因为我很后悔的是 当时没有去大胆的主动的去加她的微信 虽然有那么几天时间去接触 但是一直不敢去问着她要微信 但是林静姐她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艺人 也没有什么架子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有说有笑的 然后拍完节目之后还是她主动去找到导演 就是问我 也问导演要我跟她的一个合照 她说她有用 当时然后导演们都在奇怪嘛 说要我跟她的合照干嘛 要过去了没多久 然后导演就说 你快来去看她的微博 她发了跟你的照片 然后还夸了你 哇当时好激动 然后下面也就是林静姐当时发的我跟她的一个合照的一个微博 至今她还留着只跳微博 就让我很开心吧 就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明星的一个肯定 一个认可 一个赞许 真的还是挺值得骄傲 挺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去上这个电视节目的 趁热门的那个发的微博 然后上了那个头条 然后那个导演呢 就是看到我这条微博找上我的 他找上我之后呢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个骗子 因为那时候觉得 怎么可能有这种好事 找上自己 然后免费去拍节目 还可以跟明星一起拍 然后导演找到我的时候 他说我们有一个明星和素人的一个真人秀节目 希望你可以去参加 因为觉得你的经历 你的故事 都挺励志的 然后是他们所需要的 这个很搞笑的是导演他们是在上海嘛 然后他们说要到广州来看我 就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来的时候约了一个咖啡厅 然后我当时约了我的一个朋友 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那时候我进去之后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我给你发信息 然后你马上进来把我带走 然后但是就这个想法太幼稚了 然后进去之后相聊甚欢 而且他们也出示了他们相关的一个工作证明 以及他们的身份证明 然后就决定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他们这个节目的性质内容呢 就是帮助素人圆梦的一个节目 当时就问我导演问我 他说你有什么梦想 我说我的梦想 包括问问我有什么遗憾 那我的遗憾 我的梦想就是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我是坐着轮椅的 然后这个真的是挺大的一个遗憾 因为女孩子嘛都想结婚的时候 能站起来穿着漂亮亮亮的婚纱 然后晚上老公走上那个结婚的那个礼堂 然后他们就结合一个高科技 去实现素人的梦想 当时就帮我找了一个外骨骼机器人 就其实我的很多观众 我以后不想称呼你们为粉丝了 就我的观众吧 然后也给我提过建议 叫我去试那个外骨骼机器人 其实外骨骼机器人在我16年拍节目的时候 我就已经试过了 但是对我这种受伤情况来说是挺 还是挺蓝的 因为它那个外骨骼机器人 它有一定的重量 而且需要你的上半身有一定的力量 你才可以把它支撑起来去走路 然后当时当然是想了另外一种办法 当时在我做康复的医院 找了一个那种支架 最后让我站起来 反正实现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艰难的 但不过最终还是导演组以及林津姐 都帮我实现的这个梦想 就是站起来在举办的一次婚礼 奇迹真的出现了 我就觉得他应该站起来 这种真的是感觉 真的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但是这个婚礼 我不是最美的新娘 我是最胖的新娘 因为那时候发福 就是发胖到了我一个 人生最胖的一个巅峰时刻 然后你们知道 上镜胖10圈 然后我可能上镜看起来就200斤 我太难了 搞错了 再来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经历吧 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现在8年了 就16年拍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结婚4年 4年我是跟他没有一天分开过的 就是一天24小时就在一起 但是拍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就分开15天半个月 就两个星期就把我接去医院 做康复锻炼 然后我老公不能去 这其中的艰辛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就相当于要给老公一个惊喜 知道吗 就半个月之后我能站起来 然后他在婚礼上面见到我 是真的 就是完全节目组就不让我老公去 然后就在医院请了一个护工阿姨每天照顾我 然后导演组就在医院里面每天跟拍我的一个锻炼情况 一个康复情况 然后宁静姐也有两天来陪着我一起做康复 一个趋干级疼能力不好的你说是比较困难的 医院锻炼了半个月就是为了去穿那个外骨骼机器人 但是后面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上肢的力量很弱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撑起来 所以我就想用其他的办法 用了一个那种支具 把自己架起来 但是只能站在原地不动 不能走 但是最终还是实现了 站起来穿婚纱 再补办一次婚礼的这个梦想 然后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腾讯搜来看一看 说一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真人秀到底是真的还是秀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真假参办吧 但是为什么说真假参办呢 假的部分不是说呃�呃呈现出来的效果 或者呐呈现出来的经历是假的 只是有些想要说呃呃 你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内容 这些年结婚以来他们俩就没有分开过 就刚刚这段视频内容 这一趴叫做背采 就导演给你的一些台词 然后相当于他在采访你 然后你去回答 但他给的这个背彩的这个答案呢 其实其实跟你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只是说他以一个这种疑问一答的方式 让你去说出来 包括看你们有时候看一些综艺节目 就有一个明星坐在一个镜头前面 然后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 这其实都是导演给的一个背彩镜头 但是呈现出来的经历啊 都是自己真实的 为了一个达到一个综艺的一个效果 他可能会有一些剧情啊 一些桥段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种设计呢 都是为了去让观众的观感 会更加的好一点 并不是说是为了去作假 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每天很多部那种 摄像机啊 GoPro啊 然后对你 包括当时还有在我们家里做一个拍摄 家里就到处都架着机器 因为我爸妈那一代的人 思想很刻板 然后我爸妈就特别的反对 排斥拍摄节目 其实也能够理解他们 但当时在家里拍摄的一个情况就很尴尬 因为当时在医院拍摄嘛 你知道医院有很多病人啊 包括病人家属啊 然后一到那个理疗室 就是康复室去做康复 要开始拍摄的时候 旁边一窝窝窝的人就围伤来围观 当时那种感觉还是有一点 就一点点那种虚荣心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明星一样 被人家包围 然后现在想起来就很幼稚 如果说拍这个节目给自己带来什么名气面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的 就拍完节目之后 该生活轨迹该是怎么样也怎么样 就是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 也没有说拍个节目 然后就就爆红爆火 然后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名气 其实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种人生阅历 但这个人生阅历对我自己来说是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真的我也挺现在也是很感谢 导演祖当时帮我去实现了这个梦想 虽然说自己当时胖的没那么美 但至少还是站起来再次穿上婚纱去举行的一次婚礼 然后跟明星面对面的接触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然第一种感觉就是无比的紧张 然后我跟林静姐第一次的见面是在我们家里 我们家里当时导演设计的这个桥段是什么 林静姐拿着那个梦想的一个任务单来找我 然后我给她开门 嗨你好 你终于看到你在哪 然后一看完之后林静姐很热情的 嗨你好 开始聊然后就让我紧张的心情慢慢的缓和下来 包括她陪我从医院 就也是设计这个桥段 林静姐把我从家里接到医院去 然后在车上这个过程 车上的时候跟她聊天就没有把她当做明星去看待了 反正就当做一个知心姐姐去交谈自己的一个经历 然后包括她也跟我说了一下她的一个人生阅历这些 我觉得你就勇敢的往前去 你把女儿该做的都做了 爸爸来很好 爸爸不来你不要太多的遗憾 因为那个就是爸爸的选择 这段经历还是让我更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吧 其实节目组帮我圆梦的这个婚礼 其实还是耗费了很多人力跟物力的 因为当时也是去酒店租了一个宴会厅吧 布置场地包括把我的朋友们进来 这真的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婚礼现场 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甚至比我自己当时办的婚礼还要好 在这里还是再次想感谢这些导演 包括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的这个圆梦的一个付出 然后当时跟一些导演的关系 也是婚得比较好的 现在也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所以我说这个经历 让我不止丰富我的人生阅历 然后也给我自己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经历 更多的是又让我交到了一些朋友 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一点 然后这一档节目呢 他第一季 然后最后一期的时候 我们作为第一集的一个嘉宾 我们还去做了一个收官之作的嘉宾的入场 然后当时最后一期的节目嘉宾是薛佳玲 然后当时接触就是在上节目之前 在化妆间有跟他对一下上台之后要说的话 他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然后也有跟他的一个合照 薛佳玲你们可能零年后的小朋友也不大多认识 是粉红女郎里面那个哈妹 当年是特别火的一部戏 就我们小时候 我们九年后小时候 特别特别火的一部剧 作为自己一个有趣的一个 有趣的一个经历分享给大家 这一档综艺节目的背后都是很多工作人员的一个辛苦付出 就如果你不喜欢看但是你不要去黑他不要去踩他 我们要尊重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观看的时候不要去做一个键盘下 我要去吃饭了再见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 那我上一条视频说到一个粉丝的留言说 感觉我每次的视频就很严肃 好像开座谈会一样就是端正的坐在那里讲话 因为我都是落上半身嘛 然后我的手指又不是很方便 所以就没有那么肢体上面的动作 以后我会尽量让这个观感看起来更轻松一点 更像是跟你们聊天好吗 下期见拜拜 记得帮我三连拜拜 拜拜